可能還不到一分鐘 我就突然間聽到 我的車廂後面 發出非常非常淒慘的 從心裡面發出淒慘的聲音 看到那個男的 坐在那個女的大腿上面 那個手呢進行大動作的 往她下步再做 事後我問了一下這個受害者 她在幹什麼 她說她在把她的褲子 由於車輛還在行駛之中 歐陽農業見到情況緊急 一邊向乘客呼喊救援 一邊趕緊靠邊停車 為了防止這名老漢逃脫 她及時關上了車門 我手上一拉 沒有任何的考慮 而且是本人的反應 我那個旁邊的 座位邊上的那個 駕駛座位邊上的那個門 我一開就衝下去 經過幾個回合的扭打 歐陽農業逐漸控制住了局面 這時車上的乘客 自行爬開了車門下車 公交車外就是大排檔 群眾聞聲衝上車來 我們過去的時候車上已經沒人了 就那個一個司機嘛 感性質太危險了 你知道很多群眾 我在這邊吃飯客人 都閃上去打了 知道沒有 不是那個 後面不是全部拉住嗎 不然那個 可能會被打得很厲害 在安撫好驚魂未定的受害女孩之後 歐陽農業繼續控制住這名老漢 22點24分警察來到現場 在初不了解情況之後 將犯罪嫌疑人帶回派出 這輩子是警察自理好 本人就好了 本人就好 這個東西好 本人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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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眾目睽睽睽 歹徒公然磊蟹女乘客 建议勇为 司机出手 乘客旁观 那个非常心疼的是什么呢 我往前驻 他们往后跑 公交车上的冷暖人间 新闻启示录正在调查 据了解 涉嫌在公交车上猥亵乘客的这位老汉 是常乐人 今年57岁 目前警方已经按照相关的法规将其拘留 一起明目张胆的性侵犯案件 就这样发生在自己的眼皮底下 虽然犯罪嫌疑人被警方带走 自己的见义勇为也得到了众人的赞许 可是欧阳师傅心里却一直很不适滋味 为什么呢 让我们回到事发当时 通过另外几路监控画面来看一看 车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事发点的那个时候呢 令我非常心疼的是什么呢 我往前冲他们往后跑 想对着前门离开 欧阳师傅说的他们 指的是当时公交车上的几位乘客 当时公交车上还有两名男子和几位女乘客 监控清楚的记录下 在老汉对女孩实施侵犯的时候 甚至有一名男性乘客 距离他们不过咫尺之遥 但是当惨叫声响起时 所有乘客都做出了同样的动作 逃离 在欧阳农役的搏斗过程中 他高声求助的声音 一直在车厢里回荡 一直到他控制住局面 老汉已经基本放弃反抗后 两名男乘客才犹豫着 上前帮了一把 然而几秒之后 两人就放弃帮助 爬开车门离开了 帮着报警的是 后来冲上车的群众 7月5号 欧阳农役建议勇为的行为建筑媒体 在了解到事发经过的时候 大家也对当时公交车上 两名男乘客的冷漠行为 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当时这个事情 我应该到家都要互相帮助才行 而且是在公交车上 这么多公共的地方 应该到家要齐心协力 这样子才行 他其实要剥离一个概念 就是说不要把自己当做 这社会上的一个个体 因为人毕竟是群居动物 是吧 他要把这个整个公共空间 当做自己是中间的一个分子 所以他的意识要转变 对于当时车上乘客的不作为 庄陀认为 这还应当归因于社会心里的日益冷漠 当前城市的生活节奏 工作压力 以及居住结构等因素 让不少人滋生出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的心态 人都有一种自我保护的意识 毕竟以前发生过很多事情 建议勇为的事情 也会对自己造成一些伤害 当然我们大家都鼓励建议勇为 更鼓励靓力而行 避免自己受到伤害 对于亮丽而行 您是怎么看的呢 其实很多旁观者 或者说民众会觉得 亮丽而行就是不参与 不干涉 它叫亮丽而行 其实我们在对待一个公共事件的时候 其实亮丽而行定义什么 就是今天有多少力量 贡献多少力量 举个例子 如果今天有个人在抢劫 你输身手不腹肌之力 不是叫你上去 去那个枪林弹火 他可能只需要一个电话 是吧 报警 在这起事件的分析中 庄陀认为 人们不应该只是将目光聚焦在冷漠的乘客上 实际上 第一位受到侵犯的女乘客忍气吞声 客观上 也是造成事态继续扩大的一个原因 如果那位女乘客 在当时车上人多 并有人出手的情况下 立即报警 不法行为将在第一时间得到终止 他在利益上不受太多选择的时候 他没必要去把这个事情放大 一旦放大 他自己在行为上判断 我觉得可以自己增加麻烦 但其实如果从社会的一个 整个安全来判断 其实如果每个人都这么想 因为这个社会 他的安全性数不够高 目前 福州市公交系统 和欧阳农艺所在的 康池新巴士公司 都对他进行了表彰 并着手向上级有关部门 为他申报建议勇为称号 大家也希望通过欧阳师傅的建议勇为 唤起更多的社会正能量 我们公司昨天不是有开了表彰会了 然后也向全公司的员工 发送了参与书 我们是现在向全公司的员工 参与向欧阳师傅学习 它的标杆的意义在于什么 今天告诉了别的一件事情 这个社会它是一个公共的空间 每个人都是这个公共空间的一份子 对吧 我今天欧阳师傅作为公共空间的一份子 我用自己建议勇为的行为 来建设这个空间 让这个公共空间变得更美 是吧 如果每个人都有这种想法 去建设这个公共空间 因为大家在这个公共空间的生活状态 或者幸福指数 它会增加 或者安全系统会增加 公交车上的公然猥亵 这种事件的出现 说明了日益普遍的社交冷漠症 正在给不法分子提供犯罪的空间 受害者的不追究 旁观者的不作为 让不法分子心存侥幸 低廉的犯罪成本 缺乏威慑力的惩处 也在客观上纵容了 此类的违法行为 公共安全 关及我们每一个人 及时出手 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救人也自救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启示录 再见